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圆神的灵魂就不是普通的灵魂了 而是叫做圆神 圆神比普通人的灵魂强大多了 圆神的强弱有修者的修为决定 他平时居住在人的脑部 组织武神 通白窍 调节 五脏阴阳 道行高的修者 圆神可以随意脱离肉身 行走于天地之间 甚至可以舍弃肉身独立存在 他是不生不灭 不朽不坏的真灵之体 道行高的圆神飞升成仙 道行低的圆神转世淘汰 对于修行不高的人 圆神出窍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从我进入师门到现在 师父和太师父从来不让我联系圆神脱窍之数 可能是担心我年轻好玩 羞耻不高 圆神出去就回不来了 现在 黄无珍让我的圆神出窍 去迎战强敌 着实是把我吓了一条 虽然 上次我的圆神和彩云到阴间走了一趟 但是 那只是游历了一趟 有惊无险 也没有打斗 但是 这次要让圆神出窍 应战强敌 我还是感到信心不足 你可以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你要把肉身留在阵瓦里 利用圆神出窍 可进可退 进可攻 退可守 实在不行 我们可以退回肉身 不至于把小命给丢了 黄无珍说到这里 深深的看了我一眼 你虽然 修行时间不长 但是圆神能量 远比我修行一夹子的能量还要强大呀 听黄无珍这么一说 我心中一阵的振奋 我才修行了几年 就有了一夹子的能量了 看来 我的元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弱小啊 哄的一声 一个炸雷在头上炸开 似乎要裂开楼顶一样 整个房子都围着摇晃 滚出来吧 树碑 楼椅 而等学得微末之计 也敢和我作对 若不是你们躲在阵法里用神龙的牙齿吓唬我 你们早就被雷火烧成了焦炭了 三头怪蛇用神识之语向我们传话 我随即听到 轰隆隆的滚动声 有如火车一般 在我们的头顶碾压 把整个药铺都震得是微微的颤抖啊 黄真人 我们出手吧 我急声说道 现在三头怪物已经杀到头顶上 不出战那都不行了 黄无珍神情凝重地问道 道友 你的雷掌如何呀 我喜量的是五雷正法 据我师父说 是正宗的神肖派雷法 但是功力肯定没有那怪物强大 毕竟他是蛮黄一种啊 我的心里面也是没底啊 黄无珍听了 面露喜色 好 神肖派雷法乃是雷法之证愿 虽然你的功力不仅那怪物强大 但是你先天 禀赴存正 又是纯阳童子 那怪物的雷法虽然霸道 但是法脉不纯 又是出自邪魔之手 自然练成了邪法 你的五雷正法虽然不一定能够胜他 但是却对他的邪法有克制作用 听了黄无珍的话 我信心打赠了 黄真人 既然我的雷法可以克制那怪物的雷法 那我们出阵吧 不 此战非同小可 依你我之力 若是常规应战的上古某种 绝无胜算的把握 但是 史观道义 不得不战 既然要战 必须小心谨慎 万万不可鲁莽啊 黄无珍急忙把我拦住 黄真人 那以你之间如何应对啊 说来惭愧啊 老夫修行八百余年 拉得出手的也不过是灵狐微部 不怕你笑话 这都是逃命之术 几百年来 老夫数次逃过劫难 全已仗着这灵狐微部的神通 等一下 老夫第一个出战 用灵狐微部和那怪物周旋 你千万不要暴露实力 在暗中亏气断你 一旦发现那怪物破绽 你就全力动用全部能量 给其雷霆一击 即便是打不死他 也可以中伤他 即便是不能中伤他 也可以吓退他呀 黄无珍不愧是狐狸得道 不但是心思十分缜密 而且尤其善于轨道诈数 我没想到黄无珍居然以自己为诱饵去吸引三头怪蛇的主意 但其这种牺牲的精神 就让我对狐狸是刮目相看的 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于是连连点头说道 黄真人 你可一定要小心的 你放心 灵狐微部是老夫活命的本钱 我想那怪物虽然厉害 也不至于一个回合就要了我的命啊 黄无珍十分自信地说道 我相信黄无珍的能力 狐狸最大的本能就是逃生 黄无珍八百多年的修行 逃过无数次劫呢 自然有其过人之处的 我立刻调整身心 蓄射待发 黄无珍盘腿坐下 手结阴阳印 口念脱体周 只见另一个黄无珍从他的肉身上就站了起来 走过来拉着我的手 同时我也是脱桥而出 他慎重地看着我说道 道友 胜败再次一举啊 老夫去了 我也拉着黄无珍的手说 前辈保重 如果情况不妙 就立刻回来 我会用雷掌掩护你 说完之后 我立刻打开天眼 蓄势待发 天眼一打开 我顿时吓了一跳 之前 头顶上空 乌云滚滚 那三头怪蛇 正在我的头顶上空盘旋飞舞 昂着三个头 猙獰无比地在云中窜来窜去 一身领甲发出宝蓝色的金属光子 犹如提甲一般的蛇身 在乌云的摩擦中火化闪烁 发出了隆隆之音 就好像是过山车一样 在我们头顶上空碾压盘旋 黄无珍向天空看了一眼 忽然纵声大笑道 哈哈哈哈 三头怪我 你以为你真的是魔种吗 你都转了多少窝了 早就成了血脉不纯的杂种了 你不过是个畸形的三头怪而已 还真以为老夫怕你吗 黄无珍还未出战 就开始使用了激将之法 试图把怪物激怒 三头怪蛇听了黄无珍的话 起的三个脑袋 几乎要撕裂身体 更加的是暴怒一场 老狐狸 快快滚出来受死 我保证不用勒劈你 我要撕碎你的身体 取出你的腰胆 唯无所用 三头怪蛇发出独特可播的声音 这种神识之音呢 也只有我和黄无珍能够听到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黄无珍趁你三头怪蛇暴怒异常的时候 忽然是身形一晃 身体轻飘飘的就飞了起来 很快的穿墙而出 三头怪 来来来 老夫与你大战一场 黄无珍是哈哈大笑 身形一闪 转眼就到了半空之中 似乎根本就不把那三头怪物放在眼里 实际上 黄无珍是冒了极大风险的 他以自己的元神为诱饵 稍有不慎 很有可能被三头怪物的雷火摧毁元神的 我手捏雷斧全身贯注地盯着三头怪物 一旦在黄无珍的周旋下露出了破绽 我就伺机给他致命一击 三头怪物见黄无珍出来之后 怪吼一声向黄无珍扑了过来 气势之大 动作之迅速就好像是过山车一样 向黄无珍是碾压过来 我心中一惊啊 暗自为黄无珍捏了一把冷汗 这种气势太过强大了 连他周身携带的煞气 都在空中肆逆呼啸 即便是黄无珍真的能 躲开三头怪物的碾压 那灵力的煞气 也会对黄无珍的元神造成伤害的 黄无珍手绝一晃 身边起了一层的黑气 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当住了三头怪物灵力的煞气 然后转身钻入乌云之中消失不见了 那三头怪物哪里容得黄无珍逃走 立即向黑无珍追了过去 我一看 机会来了 心想 这怪物去追杀黄无珍 势必要在背后留下防范的真空 我如果在这怪物背后给它雷霆一击 定然会揍笑的 想到这里 我钻进了拳头 紧紧的捏住了雷斧 正打算启动雷决 却忽然发觉不对啊 那怪物在追杀黄无珍的时候 并不是三个脑袋都向前的 而是两个脑袋向前 一个脑袋始终向后 那只阴冷的眼睛惊涕地观察着后面 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人并没有出来 而这个人就是我 向后的那个脑袋显然是专门用来防范我的 脑袋是控制肉体行为的总指挥 这怪物有三个脑袋 意味着它把身体能量分成了三部分 两个脑袋向前等于用三分之二的力量追杀黄无珍 一个脑袋向后等于是留了三分之一能量在防范境界 我心虫暗暗叫哭 本想在三头怪物背后搞偷袭的 若是此时向三头怪物发动雷掌 那就不是投袭 而是明者攻击了 即便是我用尽全力一掌过去 也会被三头怪物防范化解 达不到致命一击的效果 三头怪物不是普通的妖 而是有着暴拈尸杀血统的上古魔兽 一旦我拼死一击 不能够奏效 不但会丧尸黄无珍用原神换来的投袭机会 而且会将我们置于可怕的境地 因为我已经消耗了大量原神 即便是再发出第二次雷掌 威力也是不如第一次了 三头怪物自然可以轻松的化解 我和黄无珍则无法抵挡它疯狂的反击 只能是任气宰割了 想到这里 我慢慢松开雷浮 黄无珍用自己的原神作为诱饵 为的就是给我一次投袭三头怪物的机会 成百就再次一举 这个机会对我 对黄无珍都是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能够逆袭的唯一希望 我不能够轻易的浪费这个机会 所以我放松了雷浮 决定继续等待时机 既然黄无珍已经在拿自己的原神冒险了 那就必须要体现出他冒险的价值 三头怪物一声拐吼 一头冲进了乌云 只听到轰隆隆的一阵闷响 乌云中电火闪烁 一条黑影犹如是过山车一样 在乌云中碾压着 三头怪 你们魔族是越来越没戳下来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呀 到你这一代都成傻瓜了 我在这儿呢 黄无珍以不可思议的身法出现在了相反的方向 对这三头怪是百般的细腻 狐狸有着高潮的智慧和激进的灵力 在黄无珍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他的目的就是要不停的细腻三头怪物 使他呢 失去理智 让他法狂 从而暴露出防粉的破绳 给我制造出出手的机会 如果三个怪物被黄无珍完全激怒 他的三个脑袋会一起扭过去对付黄无珍 留下背后的防御真空 我呢 就可以下手了 可是 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 三头怪物的确是被黄无珍给激怒了 但是还没有失去理智 因为他的一个脑袋始终是在后面警戒防御 一旦发现危险 他的本能会在第一瞬间把全身能量掉起过来 对付偷袭者 所以 我并不敢贸然出手 黄无珍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天 就故意的刺激三头怪物给我创造机会 尽管黄无珍加大了刺激力度 可是三头怪物还是不上套 始终呢 有一个脑袋看着后面 反倒是把黄无珍搞得现象还生 有几次差点被三头怪物给抓住 因为这三头怪物长了两个像老鹰一样的爪子 对黄无珍是十分不利啊 我看得提心吊胆 暗暗感到不妙啊 这三头怪物毕竟是魔 比一般的精怪 那不知道要聪明多少 哪有那么容易就会上当呢 看着是闲相还生 我这心里面是暗暗着急 可是 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 黄无珍已经和三头怪物周旋了好几个回合 看似黄无珍嘻嘻哈哈的在挑逗三头怪物 实际上是在拿生命玩游戏啊 再这么下去 要不了多久 黄无珍必然会出问题 想到这里 我再次捏紧了雷服 现在不是等待机会偷袭 而是随时准备出手援救黄无珍 因为看起来实在是太危险了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忽然嘶的一声响 三头怪物嘴中的蛇心猛的伸了出来 嘶的一声 像黄无珍吸了过去 三头怪物嘴中吐出的不光是蛇心 还有蓝色的闪电 我没想到啊 他居然是靠嘴中的蛇心发出闪电的 实在是妖艺啊 看来 动物和人的修炼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人类修炼五雷掌 在打雷的时候要伸出手掌去接雷 将五雷钢气引入体内进行修炼 这三头怪物修炼雷掌的时候 有可能是依靠蛇心去接引五雷钢气 这可是很冒险的行为啊 黄无珍听到背后发出噼里啪啦的闪电声 顿时时大吃一惊 急猛是把神星一闪 向另一个方向多闪过去 没想到 另一个蛇头亏死已久 蛇头猛然的往前一伸 嘴中的蛇心像黎弦的剑一样 刷的一声 像黄无珍的背心射去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万万没想到这三头怪蛇会来这么一处 虽然呢 我早有准备也是被搞得措手不及啊 此刻黄无珍是万分为己 他已经无法逃脱三头怪物的攻击 因为周旋到现在 三头怪物似乎已经掌握了黄无珍的逃跑轨迹了 第一个头喷出的闪电只是阳拱 第二个头吐出的蛇性才是真拱 而且是出其不意 蓄如闪电 速度快的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眼看那血红的蛇性就要刺到他的背心了 我即便是启动雷掌都来不及救援 因为雷掌需要启动雷掌 有一个砍硬过程 并不是随心所欲就能够发出雷电的 正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候 不料黄无珍的屁股后面忽然喷出一道黑雾 挡住了三头怪蛇的蛇性 瞬间我闻到了刺鼻的狐臭 三头怪物紧追着黄无珍的屁股顿时是错不及防 被这一团黑雾喷了个征兆 顿时被熏得是晕头转向 动作瞬间出现了呆痴 而黄无珍已经是无影无踪了 黄无珍这一招虽然有点下足 但是却是狐狸的保命本能 在紧腰关头释放臭气 往往可以奏到奇象 我一看三头怪物的动作出现了迟缓呆滞的现象 直到它已经被黄无珍的臭气所麻醉 这种麻醉对于上古魔族来说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也许只有几秒钟 但是 这短短的几秒钟却给了我释放雷掌的机会 我的元神瞬间喘起而出 嘴中默念雷浮秘咒 同时 举起右臂 对着三头怪物 把钻进的雷浮猛然放开 大喝了一声 武器朝圆 万法归宗 妖孽现行 五雷正法 哄 体内积蓄已久的五星之气 化为五雷之气 顺着我的手臂磅礴而出 在我放开雷浮的那一瞬间 五星之气已经化成五雷之火 只听得琵琶一声响 一道晴天霹雳 从我的手掌心积舍而出 发出妖眼的光滑 向空中的三头怪物直飞而去 这一掌超出我的想象 在那一瞬间 我顿时有一种被抽空的感觉 耳朵也被震得是隆隆作响 三头怪物猝不及防 即便他长了三个脑袋 也来不及防卫了 被我一个雷掌打了个正招 只听到 轰隆一声巨响 三头怪物身上是火花似箭 发出了铿锵之音 居然没有起火燃烧 但是 这一掌把他打的是 身形一晃 摇摇欲坠 我一看 心中大喜啊 正打算趁机再补上一掌 不料 这怪物忽然翻身而起 裹着一团黑云向北方逃去了 我一看 这怪物要逃 心中一急就追了下来 居然一下子飞了下来 没想到啊 元神脱离肉体之后 居然能够干那肉体不能干的事情 原来的肉体就是个雷掌 我刚刚飞到空中 就看到了黄武珍 他连忙把我拦住说 道友 此魔非常强大 别追了吧 不行 三头怪物已经受伤 差点跌下云端 若不趁机追上 把他给除了 必然是一害无穷啊 说着 我一把拉住黄武珍就往前追去 黄武珍似乎还想说什么 但是抿了抿嘴并没有吭声 只好跟着我 一起往前追去 元神出游的感觉非常的奇妙 没有肉身的累赘 我们在空中是如履平地 非常的轻松 不知不觉的 追着三头怪物就跑得远了 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发现呢 早已经是远离城市 只见周围黑雾缭绕的漫无边际 一眼都看不到尽头 三头怪物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因为周围到处都弥满着黑雾 分不清东西南北 既看不到天 也看不到地 我对黄武珍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有些奇怪啊 刚才只顾着跟着那团黑雲风暴 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这里 看到周围黑气缭绕 漫无天际的 就感到有点发懵啊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到处都是黑雾啊 我一下子紧张了下来 黄武珍摇了摇头一脸迷茫地说 我也不晓得是啥地方啊 刚才追的实在太急了 根本没注意看呢 坏了 只怪我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回家也找不到地方 我心中是暗暗着急啊 感到有些不妙了 忽然 我听到一阵阴森森的丝丝的声音 这种声音很是诡异 听起来就好像是忍峻不住的冷笑 但是又不像是人生 我顿时看到急被发冷 毛发倒数啊 我立刻是暗捏雷绝 高度戒备 双目环顾四周 发现周围黑气缭绕 漫无边际 却不知道这冷笑来自何处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黄武珍 却看到黄武珍因为过度惊吓而放大的瞳孔 还有她恐惧迷茫的表情 不用说 她也和我一样稀里糊涂的 什么也不知道 看着周围弥满的黑雾 我看到一种窒息的压迫感 因为我的灵觉已经感到了强大的杀气 似乎有很多可怕的眼睛藏在未知的地方 正在狠独地盯着我们 让我们感到浑身都不自在 实际上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一个怪声怪气的声音忽然闯入了我们的耳朵 这声音间隙沙哑 非常的诡异 说的虽然是人话 但是却像老鼠一样支支的叫着 我和黄武珍大吃一惊 几乎是同时转过身子 木人的看到黑雾中站着一个灰烟老者 面容消瘦 尖嘴猴腮 嘴角上还留着几根细长的胡子 一双小眼睛亮晶晶的盯着我们 你是谁 黄武珍冷冷的盯着那灰烟老者 垂着的手指却是微微一动 双手的筋脉已经凸起 指甲在无声无息中保障殊存 你管我是谁 把你的命保拿来 随着一声尖厉嘶哑的拐叫 只见那灰烟老者带着一阵狂风向黄武珍扑去 不似亮丽 找死 黄武珍一声大喝 只听得哗啦一声 我抬头一看 灰烟老者正捂着血乎乎的肚子 瞪着两只尸神的眼睛 看着黄武珍 他的内脏已经流了一地 黄武珍面目正宁 一只手正插在灰烟老者的腹腔里 这个动作大概只静止了一秒钟 黄武珍就从那老者的肚子里掏出了一个亮晶晶的东西 大约呢 有黄豆大小的珠子 晶莹剔头的 我还没有看清楚 黄武珍张口就把那珠子给吞了下去 那灰烟老者两眼露出绝望的神情 推展的往后倒下来 我仔细一看呢 地上哪还有老者 只有一个硕大的灰毛老鼠 犹如是小牛犊子一般 犊子已经被抓开 血淋淋的已经死去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再抬头一看 黄武珍已经迫不及待的把那个黄豆大小的东西吞进了肚子 知想是极为不痒 嘴角上还沾有血迹 顿时我就明白了 你吞的是鼠丹 我看着黄武珍问道 嘿嘿 老夫平时不杀生 既然杀了 那就不能浪费啊 黄武珍有些尴尬地说道 我不禁暗叹呢 黄武珍虽然修炼到了真人境界 但是毕竟是狐狸出身 忘不了动物的本性 见了老鼠精的鼠丹 也有了贪心 更没想到那灰炮老者居然是老鼠精 也怪他自不量力 妄想去要夺黄武珍的命宝 没想到一个照面就被黄武珍给杀了 反而被黄武珍夺了命宝 一只老鼠精哪来的胆子 竟敢要夺黄武珍的命宝呢 黄真人 你有没有觉得里面有什么不对啊 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有什么不对的啊 黄武珍刚刚吃了一颗鼠丹 正在得意洋洋 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问题 我咬了咬头 老鼠怎么敢向狐狸进宫呢 这太反常了 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 忽然听到啪的一声响 就好像是一个鞭子从空中抽了下来一样 快闪 我来不及多想啊 一把抓住正得意洋洋的黄武珍迅速的闪在了一边 黄武珍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稀里糊涂的就被我拽在一边 我们刚刚闪开 就听到哄的一声雷响 一道雷电从空中劈了下来 我们刚才待的位置顿时起了一团的火球啊 黄武珍吓得面无人色 若不是我的反应够快 他早就已经被雷火烧成了焦炭了 我是卸炼雷法的 知道雷电是先放电后发声 雷电粗出的时候犹如鞭子的声音 啪啪作响 一旦被击中目标才会爆出雷声 他奶奶的 原来是用老鼠精当诱饵啊 结后余声的黄武珍被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一下子明白了过来 这时候空中传来一阵嘶嘶嘶怪异的声音 我抬头一看 一个巨大的怪蛇 昂着头 促立在半空中 在黑雾缭绕中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嘴里面的蛇心嘶嘶作响 我还以为遇到了寻天雷神 原来是尔灯楼也作怪 居然敢用雷法偷袭我 我要把你们化成灰烬 让你们尝尝我雷火的厉害 僧头怪蛇在空中咆哮 三个头颅是扭曲争鸣 一起发出了声音 混合在一起 嘶哑而又整机 让人感到又诡异又恐怖啊 三头怪蛇说完之后 把嘴巴一闭 圆征血红的双目 脖子上顿时鼓起了一个大疙瘩 然后又把嘴巴猛然一张 只听到琵琶一声响 蛇心上放出了一道闪电 向着我们劈了过来 快跑 我先知先觉 一把垃圾黄五针 瞬间换到另一个位置 哄 一团暴力的火焰在我们刚才呆过的位置就炸开了 真的是天摇地晃的 随即又冒起一股浓烟 散发出刺鼻的臭硫磺的味道 这是典型的磨刀雷法 硫磺味越臭 说明雷法越是暴力 在破坏力度上 甚至比五雷正法还要厉害 三头怪蛇见连续两击暴雷都没有击中我们 顿时更加恼怒了 三个蛇头一起发出了嘶嘶的咆哮之声 你们跑不了了 我要取了你们的担保为我所用 然后再灭了你们的元神 这三头怪蛇说完之后 就开始闭嘴鼓言 我一看 大事一惊啊 这怪蛇一旦他鼓起了眼珠子 那就是要放雷电的征兆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他嘴巴一张 琵琶一声响 一道闪电又向我们劈了过来 我顾不得多言 一把拉住黄武针 闪身又躲在一边 紧接着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我们还没有站稳脚跟呢 三头举射的另一个头 忽然扭过来对着我们 顾着呢 雪红的双眼 嘴巴一张 又是一道闪电 向我们劈了过来 我一看 大事一惊啊 急忙拖着黄武针 又闪身躲到另一边 紧接着 我们身后又传来暴拟的雷声 接连躲过两次雷剂 我们刚想喘一口气 不料 那怪蛇忽然把脖子一拧 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旋转 把第三条蛇头又扭了过来 对着我们 开始鼓掩张嘴 发射雷电 我没想到啊 这巨蛇居然会用三个头颅轮番向我们放电 顿时把我们搞得是措手不及 狼狈不堪 只好是转身又跑 前脚刚刚离开 雷声就劈到我们的后脚跟底下 简直是危险至极啊 黄武针气喘吁吁 惊恐万壮的说 道友啊 你我今天恐怕是难逃此劫了 我见黄武针露出绝望之色 连忙说道 黄真人 大地当前 且不可丧失斗志 这怪物雷法虽然厉害 但是发放雷电之前必有前兆 只要盯着他的眼睛 我们还是可以躲开的 黄武针却是摇头说道 可是 这三头怪物用三个脑袋轮番向我们发射雷电 成此以往 我们如何能躲得过呀 黄真人 你不是说我的雷掌可以克制他的雷法吗 只要有机会 我就可以用五雷正法压制他的五雷邪法 我就不信 正法斗不过邪法 黄武针听了我的话 眼中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就好像即将熄灭的火焰 又被重新点燃 渐渐的充满了熊熊的斗志 到了他这个境界 只要有一丝希望 他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修真界的苦难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 他从一个动物修炼到真人境界 不知道吃过多少苦 流过多少累 又逃过了多少次的生死劫难 忍辱负重啊 好不容易才修炼到今天的境界 怎么可以轻易放弃自己呢 我发现三头怪蛇三个脑袋发射完雷电之后 就昂着头闭上眼睛 我才想可能是三个脑袋连续发射雷电之后 能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他正在闭目养神积蓄能量 黄武针大概也看出了端倪 急忙的轻声说道 道友 这怪物可能是有点累了 它的雷电太猛 咱们机会来了 赶紧跑吧 黄武针毕竟是动物出身 严格来说 它没得大道之前还是妖物 所以特别忌讳雷电 看到有逃跑的机会 首先想到的就是逃走 逃?往哪里逃啊? 我看着黄武针说道 黄武针一听也是傻眼了 四周围黑舞缭绕 妙舞边际 到现在我们也没搞清楚是在什么地方 又能够逃到哪里去呢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看着黄武针说 咱们不逃还好 一逃就把后背留给对手 再说我们如何能逃得过雷电呢 又如何能逃出这浩瀚无际的黑雾呢 黄武针听了我的话 自知逃生无望 顿时时黯然无语 逃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无路可逃 既然逃不出去 还不如决一死战 我知道此时此刻的处境 逃跑无异于自杀 只有是拼死一战 或许还能获得一线的生机 求大道者不惜生死 逃也是一死 不逃也是一死 既然如此 老夫就把这八百多年的修行豁出去了 黄武针一听 也是顿时断了逃跑之心 眉宇间充满了杀气 兔子逼急了 还要咬人 何况他是一只老狐狸呢 我见黄武针已经有了决一死战的决心 就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那三头怪蛇 见他仍然闭着眼睛 但是嘴巴却是一张一合 十分的怪异 黄武针覆在我的耳边说 道友 此物正在吸纳吞透惊奇 此刻正是攻击他的大好时机啊 我点点头 暗暗的捏住了雷斧 攥了一下拳头 微微的调戏了一下身心 打算启动雷诀 向三头怪蛇发动雷击 呼 正当我准备启动雷诀的时候 一阵阴风吹来 我抬头一看 几团黑雾打着漩涡 向我们滚了过来 我眉头一皱啊 立刻觉得这黑雾有些异常 肯定是阻碍我们的妖物 黄武针身形一晃 闪电般的迎了上去 只听到一阵吱吱的惨叫 也不知道黄武针用了什么手段 只见集团烟雾已经散去 地上留下了几具老鼠的尸体 有的有小牛犊子大小 小的呢 也有野猫大小 一个个都是鲜血淋漓的 又是鼠药 看来甘天寺里面养了不少老鼠精啊 可是老鼠哪里是狐狸的对手 分明是香客啊 所以一个照面 就被黄武针给杀了个片甲不留 哼 你们这些鼠辈也敢犯我 可惜啊 你们道行太浅 没有妖单可举 黄武针冷笑的说道 我一看 黄武针满脸是血 面目睁腻 正伸着舌头 舔着脸上的血迹 看起来有些诡异啊 就在这时候 忽然听到 嗷的一声拐叫 我看到一阵 肃杀之气 向我们逼了过来 抬头一看黑乌缭绕中有几双血红的眼睛正向我们逼近 我心里已经用天眼一看 居然是几只狼妖 我明白了 这些妖物明知不是我们的对手 还一批一批的向我们冲击 目的是干扰我发射雷尝 原来啊 这些小妖就相当于三头怪蛇的护法 想到这里 我不再理会这些狼妖 相信以黄武针的能力 打发它们肯定不成问题 我立刻集中精力 武器朝圆 口念秘咒 举起捏着雷服的拳头 对着空中三头怪蛇 发出了猛烈的雷服 轰 一到晴天霹雳 向着三头巨蛇就轰了过去 没想到那三头巨蛇 忽然把头一偏躲过了雷电 可是它庞大的身躯 却无法躲过 只见到火化四剑 蛇身灵甲上瞬间爬满了电波 怪蛇一阵的翻滚挣扎 身上的电波全部熄灭 居然是安然无恙 我暗暗吃惊啊 黄武针不是说 我的五雷正法可以克制它的五雷邪法吗 怎么这一掌还不如第一掌呢 正感到奇怪呢 怪蛇忽然鼓起了血红的眼睛 对我张开了嘴巴 我立刻意识到不妙啊 还没来得及反应 啪的一道雷光 向我飞了过来 我心中已经立刻闪身躲过 随即就听到背后 轰隆一声巨响 三头怪蛇 见没有击中我 顿时是暴怒一场 三个脑袋连续向我发出雷电 我刚刚躲过第一个 第二个就紧跟着过来 而那黄武针和一群狼妖正是杀得震撼呢 我和黄武针都注意着三头怪蛇的动向 一旦发现雷电起来 我们迅速闪在一边 而那些狼妖就没那么幸运了 借俩的被三头怪蛇发出的雷电劈死了好几个 三头怪蛇一见此顿时发了狂 雷电放完之后竟然挥舞着双爪 向我们疯狂的碾压了过来 我大吃一惊了 这怪物除了雷电之外 一身铁甲也是非常可怕的 若是从我们身上碾压过去 还不给搞个魂飞魄散呢 哪里还能有命在 还有老鹰一般的利爪 一爪就可以开长破肚 即便三头怪蛇不发雷电 我和黄武针也不是对手 黄武针一看行事危机 连忙转身把屁股对向那怪物 那怪物也不是傻瓜 已经吃鬼一次亏了 见黄武针再次把屁股对向他 就知道黄武针要顾及重演 立刻把头就转向一边 竖起铁尾 呼的一声 向黄武针横扫了过去 小心呢 我急忙的大声喊道 但是为时已晚 黄武针根本就来不及任何反应 直接被那怪蛇的铁尾扫中了腹部 直接飞到了半空之中 然后又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竟然从黄武针的嘴里 吐出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火球 阳神 好东西 我要直了它 三头怪魔 奇声怪笑 垂眼欲滴的向黄武针扑了过去 我一看 黄武针已经瘫倒在地上 身影变得虚幻 顿时踏车一惊 也顾不得许多 惊喜之下 一个雷掌向三头怪蛇轰了过去 这听到一声巨响 那三头怪蛇 急急急急地挨了我一掌 一阵的火花四溅之后 它不改初衷 继续地向黄武针扑了过去 黄武针躺在地上 是一动不动 身体虚幻地几乎变成了透明 从它口中吐出的那团火球 在它身边不远的地方 发出炙热的火焰 我一看情况不妙 急猛拉起黄武针说 黄真人 你要坚持住 快起来 我们躲开 就在我抓住黄武针胳膊的一瞬间 他忽然一把抓起地上火球 我以为他要吞进体内 因为那是他的阳神 修炼了八百多年的精怀 没想到 他忽然一把 捏住我的下巴 力气之大 让我感到恐怖 我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他就一把 把那火球 塞进我的嘴里 紧接着 在我背后一拍 我咕咚一声 身不由己地 把那火球 吞进了肚子里 你 你干什么呀 我一脸惊愕地 看着黄武针 黄武针的身影 已经变得非常的虚幻 我几乎 要看不清他了 他用蚊子一般的声音 很艰难地说道 小道友 这是定数 今日我宰劫难逃 保住我的阳神 你的功力太弱 用我的阳神 打他 黄武针勉强说完之后 身影就已经完全地淡化 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我还没有来得及难过 就听到 隆隆隆地碾压之声 抬头一看 那三头魔蛇 正吞吐着烟雾 向我扑了过来 把阳神交出来 否则 我就大胆你吐出来 连你的魂魄都不留 盘旋在空中的三头巨蛇 一起向我嘶吼着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见到三头怪蛇 正以无欲伦比的气势 向我逼来 心中海然 以黄武针八百多年的修行 居然抵不住这怪物一尾巴 把阳神都给打了出来 我若是被他扫上一尾巴 那还不得魂飞魄散呢 我自知不是对手 下意识地向后退让着 因为对手太过强大 那摧毁一切的气势 不得不让我后退 可是我又能退到哪里呢 我退了几步 忽然意识到不能再退了 如果只是被动退让 无论退到哪里 都是一死 想到这里 我把头忘记一样 既然我已至死死地 那就拼死一战吧 三头巨蛇 见我眼中满是斗志 三个蛇头 一阵地扭曲晃动 齐声死笑道 小子 不要做无谓的抗争 你的雷法 奈何不了我的 乖乖地 把阳神吐出来 否则 我轻轻一下 就可以捏碎你的灵魂 说着 那锋利的钢爪 做了一个狠狠抓捏的动作 钢爪上 居然是火星之冒 三头魔蛇 气势汹汹地向我逼了过来 在白米之外 我都能看到 那逼人的恐怖气息 我仰视着 出力在半空上 那三头魔蛇 忍不住头皮发骂 它实在是太强大了 在三头怪蛇面前 我感到自己 是渺小如蝼蚁 下意识地又往后退了一步 忍不住 颤声说道 别过来 我 我的雷法虽然不仅你强大 但是 我的雷法是正法 可以感召天雷 一样可以灭了你 感召天雷 这里是我的世界 没有天 没有地 因为 我用魔法 已经屏蔽了天地 你的雷法太弱 如何能冲出我的魔掌 去感应天雷 三头魔蛇的三个舌头 笑得意气慌动着 对我是充满了不屑 还有藐视 听了这三头魔蛇的话 我心中暗暗吃惊 怪不得 我几次用雷法劈的 都发感应到天雷的接应 原来 他用魔法屏蔽了天地 我本以为 自己雷掌很是强大 没想到 连着魔杖都无法穿透 在魔的面前 我还是太弱小了 但是 不能因为自己弱小 就放弃自己的权利 我告诫自己 不能再退了 我已经是退无可退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如果 再继续退去 就意味着 放弃自己的生命 放弃自己的尊严 三头魔蛇 见我沉默不语 以为我已经屈服 就高昂着 诡异的头颅 俯视着我 滚动着隆隆坐下的神区 一圈一圈地环绕着 向我靠近 也许 在他的眼里 我就是一只 等待碾压的蝼蚁 在强者为尊的魔鬼面前 任何语言 都显得苍白无力 只有战斗 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必须 为生存而战 我深吸一口气 暗暗地 钻进了拳头 屈拇指和四指 五指 藏甲鱼掌 逆逞雷斧 开始武器朝圆 吊集五脏之气 准备 将其化为五雷之火 谁知道 我刚一调息 就看到五脏六腑 犹如丹炉 炙热如火 巨大的能量 瞬间充满了我的丹田 似乎要把我燃烧保障 我暗道不妙啊 黄武真强行 把他修行了八百年的阳神 让我吞下 不运功 则没有反应 我一运功 就要了我的命了 以我凡人之躯 如何能承受他 八百年的修为呢 我紧紧地攒着雷斧 浑身忍不住 在那颤抖 额头上 已经冒出了痘大的喊住 巨大的疼痛 使我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 忍不住 身形一晃 一头栽倒在地上 小子 装死是没用的 要么站起来 像个英雄一样 和我战斗 要么 乖乖地把羊神吐出来 我看着 三头磨射扭曲的头颅 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 感觉 自己快要被烈火给融化了 又看到 有一种骑士磅礴的能量 在丹田中 翻滚不休 犹如是 陶陶洪水一样 横冲直撞 每一个筋脉 还有血管 都膨胀到了极限 发出 撕裂一般的疼痛啊 是你自己吐出来 还是要我动手啊 三头磨射 见我没有反应 挥舞着 两只锋利的鹰爪 向我怒吼着 如果我动手 那就是开肠破肚 你就魂飞魄散 永不超生 我哪里还能回答 三头磨射的话呀 巨大的疼痛 差点让我昏厥过去 连视线都变得模糊了 只看到 三头磨射 这个猙獰恐怖的影子 正在向我靠近 他只需要 伸出锋利的钢爪 轻轻一抓 我就会马上 魂飞魄散了 黄武真啊 黄武真 也许 不推你的元神 我还不至于 死得这么窝呢 你可真是 害苦了我呀 难道 我就这么死了吗 不行 我不甘心 如果我就这么死了 黄武真的阳神 那不就白费了吗 想到这里 我开始咬牙调息 试图控制 体内那一股 横冲直撞的强大力量 可是 我不控制则罢呀 一控制 又是一阵 撕心裂肺的剧痛 这种疼痛 超出想象 那是法子灵魂深处的疼痛 让人无法忍受 我紧咬牙齿 极力不让自己 昏厥过去 该死的 别想贪战那个阳神 那是我的 我已经没有耐心 在等待了 既然你不肯吐出来 我就自己来取 我要 抓碎你的灵魂 三头魔蛇 举起钢爪 咆哮着 就要向我抓下 而我 躺在地上 连躲避的力气都没有 生命的无奈 让我感到了死亡的危险 我睁大双眼 却是无力抗争 正在 生死的关头 忽然见到 一道刺墨的金光 穿过黑雾 带着一股 锐不可挡的气势 扑向了 三头蛇魔 三头蛇魔 猝不激放 顿时被那道金光 撞倒在地上 我仔细一看 那是一只 巨大的金鸣 十几米长的翅膀 金光闪烁 它的背上 坐着两个人影 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了 也不知道 那两个人是谁 只知道 我得救了 两个模糊的人影 从金鸣背上跳了下来 缓缓地 向我走了过来 那只金鸣 却是一个旋转俯冲 再次 向三头魔蛇 发动了攻击 小兵 你怎么样了 我听到来人 急切地向我打着招呼 于是 奴隶举起精神 模糊的身影 逐渐清晰了起来 才发现 是一老一少 等他们走到我的身边 我才发现 那两人 正是 第一立瑶家族的少主 李正钦 和他的管家 康博 李正钦 急步走到我的身边 用力摇晃着 我的身体 大声的呼喊 小兵 你怎么了 快醒醒 你小子 可别吓我 我们来救你了 我努力地 打起精神 看着李正钦 紧锁的眉头 微笑着说道 李大公子 康博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别撞死了 你小子死不了 李正钦 开心的一阵大笑 一巴掌 拍在我的胸上 我本来就快要晕倒 一直强撑着一口气 顿时被他一巴掌 拍得是气血翻涌 两眼一黑 咕咚一声 就倒了下去 当场 晕倒了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我不知道昏迷了多久 醒来的时候 发现电扇雷鸣 那一只金鹰 和三头蛇魔 打得十分激烈 李正钦 也加入战团 席助金鹰 攻击那三头魔蛇 而康伯 这站在我的身边 手持一柄 血亮的猎妖刀 全身贯注的 为我护发 康伯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醒来之后 有些发懵 康伯见我醒了 非常高兴 你刚才晕倒了 我们正在为你担心呢 所以 少主特意 让我为你护发呀 我没想到 元神也会晕倒 更没想到 李正钦会来救援我 顿时有些 惶恐的说道 你们不是 不管魔忌的事吗 康伯笑着说 哎 你误解我们少主了 我们不是不管 而是 魔忌的确是 不归我们猎妖人管 而且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做呀 魔忌不归你们管 难道 还有分工吗 我感到 十分的好奇 康伯点点头说 是啊 猎妖家族 在上古时期 是不分工的 欲魔涂魔 欲妖猎妖 但是魔道力量太过强大 我们猎妖人 只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席助上界 维持人间秩序 并不是执法的正身 对于强大的魔种 我们就显得能力不足 导致牺牲过大 后来 上界让我们 只负责猎妖 不负责降魔 可是 尽管如此 我们见到作恶的魔鬼 也是要出手的呀 只是 这次情况特殊啊 烧主 他也有苦衷 我们正忙于 联合几大利妖家族 在金水时 拉网布局 试图 在魔王冲印前 把混入城市的妖物 一网打进 所以 不能够因为这件事情 老实动众 惊动了 其他的妖物啊 康伯说到这里 叹了一口气说 哎 没想到 你还是和魔种斗上了 少主 担心你会吃亏 又不想 老实动众 就带着我 还有精英 前来救你了 听了康伯的话 我感到 有些惭愧 如此说来 我险些坏了 李正清的大事 仅要关头 若不是李正清赶来救我 我的小命都没有了 想到这里 我十分的不安 见李正清 带着精英和三头魔蛇 斗得十分激烈 就忍不住 动了一下身子 发现并没有那么疼了 就想上去助战 却发现自己浑身 依旧没有力气 康伯一把 按住我的身子 目光灼灼的说道 你别动 我发现 你先卖逆乱 有二神征卫之相 不知是何原因呢 二神征卫 什么意思啊 我一脸不解的 看着康伯 康伯看着我的眼睛说 因为 我发现你体内 有一个很强大的阳神 至少 有几百年的修为 这东西 显然不是你的 你才二十几岁 只有元神 还没有修炼到 阳神境界 怎么可能 会有这么强大的阳神呢 康伯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非常奇怪的 看着我说 这个强大的阳神 正在和你的元神争味 导致你 想买腻乱 元神 发不出力气 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听 顿时明白了 黄沃珍的阳神 太强大了 这是他 修炼八百多年的元神 和内丹 凝联在一起 才会形成阳神 进入了我的元神之后 自然形成了 二神真卫之相 导致我的 鲜埋腻乱 元神无力 想到这里 我觉得有些害怕 就老老实实的 把黄武针 强行将阳神 塞入我体内的事情 说了一遍 康伯听了之后 感到十分惊讶 他点点头说 哦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 出现二神真卫之相 阳神 是高等真理 进入你的元神之后 就是高等真灵 进入了低等真灵 的体内 他自然不肯 屈就低等真灵的驾驭 所以才会形成 真卫之相 哎 黄之人 你既然进入我的体内 就不要和我争味啊 我哪能争得过你 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我一听 是连连叫苦啊 更加紧张了 康伯说道 不是他 有意要和你争味 这是灵体的 自然排异现象 就等于是 一家不容二主一样啊 康伯 那我该怎么驾驭 他的阳神呢 我刚才 暗暗观察了一下 现在的战局 十分的惊计 金英和李正清呢 联合斗那条三头魔蛇 还处于下风 我不但不能上阵主战 还要拖累康伯来保护我 我想 如果能够驾驭 黄武真的元神 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你的功力太低 无法驾驭他的阳神呢 听了康伯的话 我是暗暗叫苦啊 心想 这可怎么办呢 黄武真的阳神 进入我体内之后 不但不能帮我 反而使我的元神力量 都全部失去了 这时候 天上忽然三声霹雳 惊天动地 我抬头一看 三头魔蛇 正轮番用三个头颅 向李正清 发射雷电 李正清 辗转腾挪 狼狈不堪 显显地躲过了 三道雷电的轰炸 谁知道 还没等他喘过气来 三头魔蛇 就张牙舞爪地 向他扑了过来 形势 可谓是十分危机啊 金鹰一看 主人危急 不顾一切地 从高空俯冲下来 向三头魔蛇的脖子上 就扑了过去 脖子 是三头魔蛇的要害不畏 金鹰闪电般地扑了过去 狠狠一爪 就抓了下去 顿时火花死见 三头魔蛇 把三个蛇头 一起扭了过来 刺牙咧嘴地 向金鹰咬去 速度之快 让人是肥所思 金鹰顿时 被咬掉了几根羽毛 立刻闪身 再次飞向高空 我看的 我看得是真经不易啊 按说 鹰蛇相克 谁死谁守 很难预料 但是 三头魔蛇 可不是一般的蛇咬莽精 因为 它有三个凶悍的头颅 护住脖子 而其他的部位 都是坚硬如铁 金鹰要对它发动攻击 必须要攻击它的脖子 金鹰冒着生命危险 不顾一切 抓住了蛇魔的脖子 没想到 抓的是火星之帽 不但没有伤害到蛇魔 还险些 被三头蛇魔咬上 李正钦 立刻从背上 取下裂药弓弩 以此 就是三只铜剑 分别射向了 三个蛇魔的三个头颅 嗖嗖嗖 三只铜剑 击入三条闪电 带着金光 飞向了三头蛇魔 三头蛇魔 刚才和金鹰互相撕咬 金鹰退去 他还没回过时 三只猎妖剑就飞了过来 正中三条蛇头 可是 一碰到蛇魔的头颅 就是火花死剑 就好像是射在了铁板上 发出铿腔之音 弹落在地 我一看 大吃一惊 李正钦的猎妖剑 应该是猎妖家族的 看家神器了 居然是丝毫伤不了 这个三头蛇魔 看来 这三头蛇魔真的是太强大了呀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三头一声怪吼 又开始和李正钦他们斗了起来 眼看着李正钦和金鹰连手苦斗三头魔蛇 不但无法取身 还是现象还生 要不是金鹰站着居高临下的优势 恐怕早就败下阵来 康优 这三头蛇怪到底什么来路 怎么如此厉害呀 我感到非常的奇怪 康优若有所思的说道 这三头蛇名叫三头梗 抱你好豆 属于是上古一种 世间稀少 传说 十梗一活 白梗一妖 万梗一魔呀 什么意思呀 我有些不太明白康伯的话 康伯又向我解释 也就是说 十个三头梗 只能活下来一个 一百个三头梗 有一个具有灵力的蛇妖 一万个三头梗里面 才会出一个三头蛇魔呀 而这个三头蛇魔 不是修炼成魔的 它继承了 上古魔种的基因 是天生的魔呀 听了康伯的话 我顿时吃了一惊 怪不得 这个三头蛇魔 居然有屏蔽天地的强大魔法 原来这家伙 是天生的魔种啊 原来是天生的魔 怪不得 连精英也克制不了它呀 那只精英呢 我是见识过的 它可不是繁俗之物 居然 对三头蛇魔 也是没有办法 让我感到 实在是不解 不是克制不了它 康伯的话 还没说完 忽然是音风大作 只听到周围 嗷嗷乱叫 我仔细一看 黑雾缭绕中 出现了无数只 血红的眼睛 原来是一群狼妖 正在向我们逼近 一群畜生 也敢撒眼 还不快快退去 康伯手提着 血亮的雷妖刀壳头 谁知道 那些狼妖不但没有退去 反而是 有几只狼妖 带着几团黑舞 闪电般的 向我们扑了过来 作死 康伯一声大喝 只见一道耀眼的 横光一闪 在我面前 划出一道弧线 几声 凄惨的嚎叫 奔随着 一些热乎乎的液体 喷溅了我一脸 我用手一摸 居然全是狼血 原来 这几个狼妖 见我坐着不动 以为是有机可乘 准备 阴险地偷袭我 被康伯一刀给铲了过去 当场 有几只狼妖 就倒地毙命了 其余几个狼妖 见识不好 立刻裹起一团黑雾 掏之咬咬了 康伯呢 也并不追看 只是紧张地 踢着雷妖刀 护在我的身边 周围又有几十只狼妖 围着我们嗷嗷乱叫 雪红的眼睛 在黑雾中若隐若现 看起来是十分的恐怖 这些狼妖 虽然四面窥视 嗷嗷乱叫 但是却不敢轻易地靠近 这时候 呼听一声呼啸 地动闪耀 一只板蓝大虎 瞪着亮晶晶的双眼 带着一股阴风 向我们扑了过来 康伯不敢大意 立刻挥刀 向他斩了过去 狐妖一看 寒光闪烁 倒也不敢迎来 呼喉一声 从我头顶上跳了过去 我看得是心惊胆战 暗暗着急 因为我现在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就在这时候 又有几只狼妖 向我们扑了过来 就在康伯 挥刀斩杀那些狼妖的时候 那只狐妖 又呼喉一声 向我扑了过来 我见 那只狐妖闪电般的扑了过来 顿时大吃一惊 此刻 康伯已经被那几只狼妖 给残住了手脚 根本就无法分身过来救我 那只狐妖 自着半只长的獠牙 两眼发出血光 闪电般的扑到我的跟前 我心中一沉 心想 这一下完了 谁知道 那狐妖一声怪吼 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 再也不动了 我吓了一跳 心想 你这狐妖 想吃我就快点动手吧 别他娘的默默唧唧的 你想吓死老子呀 我下意识的往后挪了一下身子 可是那狐妖依然没动 我觉得 有些异常啊 仔细一看 狐妖脖子上 刺着一只铜剑 狐妖 早已已经死亡了 我这才知道 是李正清 射杀了那只狐妖 救了我的性命 不过 这也太危险了 那只狐妖 已经扑在了我的身上 只差是张嘴来咬我的 李正清 冲我大声吼着 左小兵 你又不是残匪 难道 让我们一直护着你啊 还不赶紧想想办法 我被李正清 一顿的乱吼 十分委屈啊 我也没办法呀 你怎么没办法 守着金饭碗 还要要饭吃啊 你身上不是 有强大洋神吗 为何不利用它 我看了李正清 心想 你真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啊 如果能那么容易利用 还用你提醒啊 我功力太弱 驾驭不了啊 李正清听了 没好气的说道 谁让你驾驭他了 他本来就高你很多 你应该把他 当成长辈对待 要尊敬他 引导他 而不是去驾驭他呀 尊敬他 引导他 把他当成长辈对待 李正清的话 让我心中猛然一动啊 是啊 这个洋神 可是黄武珍的洋神 是他的洋神 和内丹的结合体 我平时都把黄武珍 当成长辈 现在怎么就把他的洋神 当成了物件了 李正清 既然我沉思不语 就说道 你是主 他是客 但是他比你强大 你若想驾驭他 就会适得其反 形成客气主的现象 你现在只有尊敬他 才能够引导他 主客相敬 才能够合而为一 李正清说到这里 忽然对头顶的金英说 我和三头蛇魔继续周旋 你去为他护法 金英有些 不放心的看了李正清也 李正清说 不用为我担心 此魔虽然强大 但是一时半会儿还伤不了我 金英一听 立刻向我飞了过来 在我头顶上空 盘旋了起来 为我护法 不过 他同时也关注着李正清的安危 我和李正清相聚位置并不远 都是在金英的防护范围之内 只不过 他现在要一心两头挂 既要关注他主任的安全 又要为我护法 我立刻盘腿而坐 打算开始 把体内阳神的强大力量 为我所用 但是 调戏倒气之前 要有敬重的心态 可是 这只是一个物件 我怎么样 才算是敬重他呢 你要敬重他 平时怎么对待他 现在 就应该怎么对待他的阳神 这样 你才可以武器朝圆 宾客合一 正当我 迷惑不解的时候 忽然听到头顶 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我抬头一看 发现金鹰正在我的头顶盘旋 是金鹰在对我说话 奇怪的 明明是一只鹰 可是 我却听到了一个 阳刚的男子声音 我立即 按照金鹰的说法 开始入境大作 调整心态 就好像平时 对待黄武镇一样 对待体内的阳神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调整好心态之后 古人感到 五脏六腑的气息 顺畅了很多 但是 还是有些 逆乱的气息 我开始 武器朝远 试着引导那些 逆乱气息 归入远府担天 能获得别人的阳神 乃是您命中的造化 你要和他相敬如宾 不可以胡乱引导 以免操之过急 引起逆反 我正打算 倒气归远 忽然听到头顶 唇了一个阳刚的男人声音 那是金鹰的声音 我感到 很是奇怪 不知道 这只金鹰是什么来头 总觉得 他像是一个阳刚的男人 而不是一个动物 他的声音 很是威严 给人一种 不可抗拒的气息 他既然 能够指点我连气 想必 一定有些来头 我也无暇猜测 他是什么来历 就按照 他的指点 做了起来 不但一会儿 我感到 体内有了一股 强大的力量 有盲动之感 顺应阳神 因时力道 迎入远府 金鹰 进一步向我指导 我按照 金鹰的指导 顺应这一股 强大的力量 因时力道 试着 把它 迎入远府 丹田 这股强大力量 进入远府之后 立刻觉得 丹田内 热如丹炉 炙热如火 让人感到 无法忍受啊 一手漩涡 鸣香 北海之水 一年熄火 正当我 燥热的 无法忍受的时候 空中又传来 金鹰的声音 我毫不犹豫 立刻按照 他的指引 一手玄武水威 不大一会儿 我就看到了 浩瀚无垠的 北冥之水 丹田内的炙热之感 渐渐消退了 但是 很快 又被另一种痛苦 所代替了 这是一种 很尴尬的感觉 就好像是 吃撑了的样子 感觉 有一种强大的能量 犹如滔滔江河之水 气势磅礴 不停的 向我的丹田涌进 而我的丹田 就好像是 祈求一样 被撑到了极限 可是 这种强大能量 还在像潮水一般 向我的丹田涌进 我感觉 自己根本无法接受 这种巨大能量 仿佛呢 马上就要爆炸了 继续 一手玄武神 铭向北海之界 扩充丹田容量 我正感到 痛苦万分的时候 又得到金铭指点 于是 继续 一手玄武水位 再次看到了 浩瀚的北海 上面 博物缥缈 浩瀚无际 哪里能看得到边际 可是 金铭让我 去寻找北海的边际 北海的边际 又在哪里 于是我努力的 向北海边际看去 一看之下 奇异的事情出现了 水面上的 飘渺雾气 迅速向四周扩散 顿时 我感到 丹田里的压力 猛然一惊 似乎 瞬间得到了释放 我感到 非常奇妙 心中一息 心想 难道我的丹田 被扩充了 于是 我又继续凝视 北海边际 飘渺的雾气 继续向四周 扩散移动 随着 北海的边际 越来越大 我丹田的压力 也是越来越小 丹田的容量 却是越来越大 直到 最后丹田是毫无压力 浑身充满了力量 好了 大功告成 你已经完全接纳了 这个强大的阳神 空中再次传来 颇具阳刚之气的声音 我一听 心中一息 连忙抱拳 对着空中说道 前辈 多谢这点 金英在空中 徐徐扇动着翅膀 一双灵力的眼睛 忽然射出金光 穿过缭绕的黑雾 投射在我的脸上 你怎么知道 我是你前辈 我感到 他目光中的威严 和炙热能量 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说道 你比我年长 自然是我的前辈了 金英挺了 微微一笑 不知可否 我连忙向他请教 前辈 既然已经大功告成 我是否可以使用雷掌 前去助阵呢 黄武人的阳神 非同小可 是他修行了八百多年的元神 和内丹凝联的金黄 现在我已经成功 把他的阳神 纳入我的元府丹田 他的阳神已经和我融为一体 等于我瞬间修行了八百多年 达到了阳神的境界 想想都是振奋不已 顿时是跃跃欲试 基于想动用阳神的能量 启动雷掌 不料 金英却是严肃的说道 不行 阳神和你的元神融合了 但是还没有达到 高度气和的状态 你必须带他调戏一周天 有理其境八脉 打通命门玄关 我一想 金英说的有道理 阳神刚刚进入我的元府丹田 虽然说和我的元神融为一体 但是对我的身体还不熟悉 需要在我的元神引导下 调戏一周天 这个一周天呢 并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一星期 而是玄属修炼术语 意思是引导丹田真阳之气 顺着其境拔脉各种穴道 鸣门玄关 循环一周 并不是一个星期的时间 根据个人修为不同 也许半个小时 也许十几分钟 听了金英的话 我立刻是放松身心 武心朝天 武器朝远 闭目内视 顿时看到 校服中有个乒乓球大小的火球 这正是黄武镇的阳神 不过现在已经唯我所有 于是我开始引导丹田 真阳之气 开始向着周身循环 顿时感到一股温暖的热流 进入其境拔脉 同时我看到温暖的气流中 弥漫着星影的光点 冲过我的命门 玄关 各种的穴道 一旦各种痛苦消失 一旦静下来 调息的时候 周围的大豆声 就充斥了我的耳朵 因为周围的战斗 一刻都没有停息过 康伯在我的周围 打斗的十分鸡链 他几乎是一刀尾弧线 在我身边画了一道紧接的线 不使得有妖物闯来 接死于他的烈妖刀下 地上堆着一堆 横七竖八的各种妖师 地上飞溅着大片的血迹 残不忍度 李正清呢 不愧为第一烈妖家族的少主 他此知 不是三头奢魔的对手 就缠着这三头奢魔打游击 居然还缠斗了这么久 渐渐的有了丽皮之相 好在有精英在空中助阵 一旦李正清遇到危险的时候 精英就会不顾一切的 扑下去掩护主人 我的悬法修为 猛然到了阳神境界 既可以内视 又可以外观 尽管我微比双目 在打坐调息 但是外界的打斗 却是看得清清楚楚 眼看着李正清 体力不支 动作也变得缓慢了下来 而三头奢魔却是越攻越猛 沈雷鸣喉声入泪 睁眼一看 顿时大吃一惊啊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原来三头奢魔 久攻不下 狂醒大发 开始对李正清狂轰乱炸 而李正清的体力 已经是透支过度 连续躲过来 两个霹雳 就一屁股 跌倒在地上 三头奢魔 忽然把第三个舌头 又对准了他 鼓起眼睛 就要向他发射雷电 就在前军一发之际 只听天上一声思鸣 一道金光快如闪电 向三头奢魔 就俯冲了下来 正是那一只金鹰 他见主人 已经是耗尽了体力 连续躲过了 两个霹雳 已经瘫坐在地上 第三个霹雳 是万万难以躲过的 于是 就奋不顾身地扑了下来 炸开双尺 挡在主人面前 只听得 轰隆一声巨响 一个霹雳 结结实实地 披在金鹰身上 金鹰一个亮枪 就跌倒在地 化成了人形 该死的 我要死碎了你 三头奢魔 一声怪吼 嘴哩咧嘴 是猙獰无比 张牙舞爪的 像金鹰扑了过来 畜生 我来不及发射了一张 一声爆喝 一个手印 劈空向他打去 只听到 砰的一声闷响 这个手印 打在三头奢魔的前胸 顿时火花四肩 三头奢魔 身子一个亮枪 似乎并无大碍 我低头一看 躺在地上的金鹰 已经成了一个 中年男子的形象 他是面如白纸 嘴角挂着 粘稠的血液 前辈 我大致已经 急忙向金鹰 跑了过去 李正钦和康伯 则向三头奢魔扑去 和奢魔 又大站在一起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当金鹰 化成人形之后 我觉得 特别的亲切 有一种 非常熟悉的感觉 就好像 小时候见过的 邻居大叔 前辈 你怎么样啊 我急忙 把金鹰 从地上扶了起来 金鹰却是 窜着粗气说 我 我没事 我暗暗惊讶 蛇魔的妖雷 非常的霸道 金鹰为了旧李正钦 结结实实的 挨了一记霹雳 这记霹雳 如果披在 其他人身上 恐怕早就是 烧成了焦炭了 他居然 还没有什么事情 不过 这位金鹰大叔 虽说没事 估计 也是伤得不轻 至少 是震上了内脏 已经是 无理再战了 三头奢魔 此时已经完全疯狂 他嘶吼着 发出猛烈的攻击 巴黎正钦 和康伯 逼得是 显向还胜 没有金鹰 在空中照应他们 他们根本 就挡不住三头奢魔的 灵力攻击 不要管我 快 用雷掌轰他 其他法术 伤不了他 金鹰大叔 见形势危急 急忙把我推开 让我用雷掌 攻击 那三头奢魔 我一看 三头奢魔 已经发狂 顿时 也来不及多想 立即 手捏雷斧 抠念雷法秘咒 琵把一个雷掌 就打了过去 这个雷掌 虽然打得仓促 但是威力之大 超乎了我的想象 不知比我平时 打出的雷掌 那强大了多少倍 却听得 轰隆一声巨响 真的是 天摇地晃 只见 三头奢魔 在浓烟滚滚中 连滚了好几个咕噜 我以为 已经把他给打残了 谁知道 他滚了几个咕噜之后 忽然又直起身子 三个奢魔 一阵地摇晃 同时喷出了一口 带着火星的浓烟 小子 你的雷法 虽然强大了不少 也不过是 借助那老狐狸的 阳神之力 可惜啊 那老狐狸 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又能 奈我何呀 三头奢魔 在空中 向我叫笑着 听了三头奢魔的话 我骇然心惊啊 刚才那一雷掌 非同小可 那可是 我的功力 加上黄武针 八百年多的 阳神之力 也只是把三头奢魔打了 滚了几个咕噜而已 看来 它实在是太强大了 不过 刚才雷掌过后 周围的雾气 散去了不少 虽然 还是烟雾缭绕的 但是雾气却变单了 雾气中 隐隐地出现了 山林树木 我发现 这些树木 非常的高大 有的上面 缠绕着胳膊粗细的老藤 有的上面 垂掉着 阴阴续续的怪藤 看起来 是古墓参天 充满了诡异的气息 我明白了 看样子 这里应该是一个 人际寒至的原始森林 难道 是我刚才一掌 把三头蛇魔 屏蔽天地的魔法 给打穿了 露出了现实的环境 想到这里 我心中是暗暗高兴了 只要是打算了 它屏蔽天地的魔法 就可以赶照天雷 既然如此 我何不再接再厉呢 正当我 准备再次启动雷掌 那三头蛇魔 忽然把蛇头直立起来 盘旋的向上升去 一直升到了 几十丈高 整个身躯 也在急速地膨胀着 矗立在半空中 犹如一个史前怪兽一样 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仰视着 空中的三头蛇魔 衬抖着 钻进了拳头 因为 对方实在是太强大了 不要怕他 这只是缓行之术 一切皆为虚影 继续用雷法打他 精英大叔 向我说道 我犹豫了一下 一咬牙 毅然举起手臂 准备再次启动雷掌 忽然听到 金英大叔说 单靠你体内的五星之气 无法撼动他 启动高级雷法 着急 天地五星之气 高级雷法 我不会秘诀 因为太师父 只教了我 中级雷法的口气秘咒 并没有告诉我 高级雷法的秘咒 金英大叔说道 高级雷法 没有雷法秘咒 只要你心中有正气 即可以感应天地 全凭意念贯通 浑然天成 没有雷法秘咒 那怎么做呀 我觉得实在是太玄乎了 金英大叔说道 宇宙有阴阳 天地有正气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举起手臂 钻紧雷符 打开神窍 内外贯通 天人合一 吸纳天地 五星正气 我一听 立即钻紧雷符 将手臂 举在半空 打开神窍 内外贯通 进行天人合一 随即 我就看到 丹天里的火球 开始转动 金木水火土 五星之气 在我意念召集之下 顺着 我的白灰神窍 缓缓地 进入我的 圆府丹田 顿时觉得 丹田里的力量 就好像是 蓄满的海洋 此为天地 五星正气 你可以将其 化为五雷之火 外方 即为霹雳闪电 蓄满则放 金英大叔 继续向我指点 我立即 按照金英的吩咐 把体内的五星正气 化为五雷之火 蓄满的力量 立刻转化成了五雷之火 犹如 炙热的岩浆 气势磅礴 那三头蛇魔 此刻也并没有闲着 三个头 不停地吐出黑气 正在修补 我刚才打穿的魔杖 我将 举起的拳头 对准了半空的 三头蛇魔 猛然地 放开了雷浮 一道自摸的晴天霹雳 从我手掌中 磅礴而出 轰然一声 冲天而起 击中了 正在吐着黑气的 三头蛇魔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